新型冠狀病毒持續在香港蔓延 自1月23日出現手中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科案 至2月6日晚間已增至22例 眾多醫護人員奔赴前線 徵分躲秒救治病人 與之相反的是 部分香港醫護人員脫離港位發起罷工 這種行為引起眾多市民不滿 沒有什麼政見都不可以罷工 病毒不害怕 最害怕的這班人我覺得很失望 想不到香港難成這樣 真是很失望土生土鄉的香港人 非常可恥 因為全中國的眾志成城 醫護都跑去大一城 但你們就是罷工 我覺得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在這個時間是一個很艱難的時間 全香港的市民都為了抗疫去煩惱 你們有要求的可以跟政府商量 不是用病人的生命 用現在所有深切治療部 或者急症室的人去性命 去要脅政府 這個根本就不是一個適當的行為 有人逃避 有人則逆行 民眾不僅發出聲討 更用行動表達對罷工者的不滿 和對堅守港位醫護人員的支持 2月3日 由香港政研會組織策劃的 《香港逆行者計劃》橫控出示 旨在召集市民成立義工隊伍 與醫護人員理應脈合協同抗議 據香港政研會主席香港逆行者計劃負責人鄧德成介紹 登記成為義工的市民 將分批在香港不同社區做清潔 幫助獨居老人或攤房居住者 進行衛生消毒和贈送口罩 同時在人流較多的街頭舉行宣傳活動 被孤魯人進行酒精消毒 從源頭的防疫做起 除此之外 還將與香港醫院管理局合作 讓部分具有一定醫護知識和背景的義工 加入醫院的防疫工作 舒緩人手不足的問題 據了解 活動進行四天內 已吸引超過2500名香港市民參與 包括400位擁有護理專業背景的逆行者 這次我們這個逆行者計劃 是網絡上面動員的 但我們沒有想到反應是這麼好 一呼百應 短短幾日時間已經有幾千人參與了 真的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動 原來香港很多熱心人 是希望可以幫到手在這個疫情底下 我們不單止不會逃避這件事 我們還要參與這件事幫忙 這個就是中國人一種大家團結的精神來的 都是感動的 鄧德成稱明白防疫工作 複雜且危險 之後將邀請相關專家 為義工團隊進行培訓 在確保義工們自身安全後 再進行義工工作 政研會也已經和香港醫院管理局 建立聯繫 醫管局將根據需要 進行後期筛選 鄧德成稱 希望以此活動 表達對罷工醫護人員的不滿 宣揚守望相助的精神 2月6日 香港逆行者計劃步入第四天 鄧德成等一批活動組織者 走上香港銅鑼灣街頭 不少市民停住腳步 舉起手機掃碼 寫下對前線醫護人員的支持 並登記加入逆行隊伍 我又不懂醫療 又不懂 幫他們不懂 最多簽名支持 沒辦法 加油 我是非常支持他們 還有很敬佩他們 對他們的辛勞 我是非常感謝的 多謝你們 仍然堅守在醫院 香港是需要像你們那樣 堅守崗位的醫務人員 你們所做的事是非常非常偉大 我們市民是絕對絕對支持你們的 加油 香港加油 你們加油 大家一起加油 中國都加油 更多精彩 近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